各位朋友,你們穿好衣服 因為我們是規定要穿 因為基本上這裡還是算工地 雖然這個工地是不會危險 可是我們還是請大家穿進工地應該有的裝備 我帶大家來看的是一個遺址叫做馬之埔 這個地方叫做麻吉堡 那我就跟大家談說 為什麼像麻吉堡這樣的一個考古遺址 是有趣的 是因為第一個是漢人來的時候 對它的名字 它怎麼會叫麻吉 有一種說法是說 這個地方附近有一口 台中盆地裡面經常會有大的蓄水的潭 這蓄水的潭呢 是自然的再加上人為 那我們從考古遺址裡面就知道 史前時代的人會做這個設施 那最有趣的例子是在潭子 是投家錯遺址 但是投家錯遺址我挖到一個很大的長條上的蓄水池 長條上的蓄水池 其實像我這一類的考古家是會做現代人的活動的 我做到很晚 我做到民國五十年代的遺留的現象 我都還在做 其中最有名的一個研究就是花蓮的花崗山的遺址 花崗山遺址的最上層 是它從史前很早大崗山文化的晚期開始 大概四千多年 五千年左右開始 然後一路上來上到現代 現在叫花崗國中 叫做花蓮的縣立的田徑場 好 那我們看到 假如從海邊來看 這個地方呢 這個大安西口 跟大甲西口 兩個都是網狀的流路 都是這樣流路 所以大安西是從這裡一直到院裡 假如把院裡這一帶的遺址標上去 大家就會看到 就是說這裡有遺址 這個比較綠的 這個都是高起來的地方 就看到遺址 這一塊呢 則是人不太能夠住的地方 就這一帶 就是不太能夠住的 這個黑黑這個是呂一潭水庫 就這裡 這個地方不太能住 這個就是花蓮山 然後 這個是大安西早期的流路是這樣流 是這樣出來是這樣流 然後 然後 有一段時間是這樣 然後從這裡 這個是鐵戰爭 這個是鐵戰爭 所以我們會看到 這個 考古遺址是這樣 為什麼這裡沒 越沒這裡 為什麼 我倒是很認真的做過調查 我還爬到那個 越沒那棵很大的章樹 你們台中人知道嗎 你們台中人知道 你們台中人知道 越沒有一棵非常巨大的章樹 大概要五六個我才可以抱住 不是 不是 越沒 五福裡面在石崗 那個是在厚里 厚里的 越沒 你們 那個就是台灣很少見在平原地區 還能夠留下大章樹 那棵章樹 那棵章樹 我猜要我五六個才抱得起來 那我那時候很年輕 所以我 我的手可以 可以這樣黏著那個樹幹 往上把它 跑到第一根大橫幹上面 坐著 然後拍一張照 就下來 在這裡 就很奇怪 照理來講 這裡應該有遺址 可是我 我找不到遺址 然後這個地方是古河道所進 古河道所進 可是河道結束了以後 還是看得見遺址 那這裡很多遺址是因為 這是一個鐵章山 大家知道鐵章山的周邊都是遺址 整個周邊都是遺址 然後接著再下來就是 這是從鐵章山 我們一路到這個 南邊省農會的農場那裡 所以這一幾人串都是比較高的 比方都有 那這裡呢 就是我們看到的 大渡台地 到這裡 這個是八卦 八卦也是 這邊也是一整排的影子 那這邊比較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 大渡台地剛好相反 這邊一整排影子 這原因是為什麼 是因為 地層傾動這樣擠過來 對不對 九二一地這樣我們就知道了 是這樣過來 有沒有 這樣過來 所以到這裡 是拉高 然後這個地方斷層 這條叫做清水斷層 這條叫做彰化斷層 這條叫做彰化斷層 而清水斷層的邊緣是涌泉蛋 所以大家知道清水的邊緣 彰化現制寫的龍錦香的龍錦 龍木錦 這個都是很大的泉水湧泉 那邊緣現在還是清水人主要喝水的來源 可是龍木錦已經完蛋了 龍木錦 龍木錦的上面沒有樹 所以龍木錦就沒有水的來源 不能蓄水 不能蓄水 所以龍木錦現在 本來是湧泉三尺 泉湧三尺 就湧出了大概三尺 一公尺高 那灌田樹白甲 就是灌溉附近的田樹白甲 就用一顆泉水灌溉 而是前面旁邊這個很深的這個 這個是現代人的怪手 挖賭機的節奏 就是很深的這個 不要靠我們眼鏡 挖賭機的節奏 我們把它清乾淨以後 常常會看到挖賭機的爪痕 那我們會知道是200還是150的 那最大的是400的 400的一個bottle就跟這個一樣大 所以我們都可以猜出來 是什麼樣的人來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這比較有趣 然後你們會看到 這個凹溝啊 大概是原來的 第一次的文化城的時代 人處理水的一個現象 可是他們後來放棄了 這個遺址的 馬之浦的文化城是叫做 番子園文化城 番子園文化城在這裡有早晚 兩次 甚至有三次不同的居住面 一個文化一直下來 但是有兩次到三次不同的居住面